7月7号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野生亚洲巷搜寻监测队跟随着象群正在玉西新平县杨武镇大开门村转场时 突遇象群改变行进方向几乎就和监测小组迎头相遇 最近的距离仅有20米 无人机监测小组画面显示当时象群和车辆距离非常的接近 也许是感觉到了危险 象群中警戒象竖起了大大的耳朵 长长的象尾也警惕的左右摇摆 还时不时的回头张望和打探 监测小组迅速调转车头准备离开 象群也同时调转行进方向离开 监测小组经历了惊险一刻 当时我们正面碰到象的时候 整个心情还是比较激动的 因为它距离我们只有20多米远 而且它的行进方向是朝我们这个方向来的 见到象以后我们立马也就采取了这个硬气措施 做好相应的这个撤退路线的一个准备 然后象群可能看到我们这个人车都还是有点多 然后他们也是这个下意识的就往后退一下 然后就慢慢的往回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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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